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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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孩子 他是一個連續 教養是一個連續 他是一個系統 如果說我們想說 今天他挑食 我就處理挑食 他今天不洗澡 我就處理不洗澡 他今天不寫功課 我就處理不寫功課 其實這些處理法都是片段 那這些片段的模式 我真的說白一點 其實是在解決你父母的問題 那是在讓你舒服 可是如果說教養的目的是 要讓爸爸媽媽舒服的話 我是覺得這實在是太淺也太可惜 因為最讓爸爸舒服的方式 講白了 你就把電視跟手機餵給他 你最舒服 教養的目的絕對不是要讓父母舒服 但他也不會是要讓孩子舒服 所以為什麼教養很難 為什麼教養是一種修煉 我覺得難就難在 第一 它是一個平衡 而這個平衡 有很多關鍵必須去符合 譬如說我剛才說的 你要如何有能力去辨識孩子的本質天本 然後順著他的天分去教 那這就是跳養可以去提供給爸爸媽媽的一個很關鍵的幫助 因為我們透過一個完整的系統式的分析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訴你 你現在感覺到很強的教養困擾 有時候他並不是小孩故意要 忤逆你 也不是你沒有做好你的教養 也不是你不夠努力 而是你搞錯孩子的本質 對 所以如果孩子的本質是一個鯊魚 可是你一直在教牠拍動翅膀飛翔 請注意鯊魚也是有翅膀的 你一直在教牠拍動翅膀飛翔 你就會耗非常非常大的理智 孩子很受挫 你也很受挫 他的受挫會反映出來情緒 讓你覺得你被整了被告 你會以為你是不是做錯什麼 你會以為你需要找一些其他的協助去整治他 不是這樣 最大的關鍵可能是你搞錯他是誰 而跳養可以透過這個完整的分析 我們告訴你的一些點跟策略 其實就是他本身的本質 你順著這個模式去做 第一你會幫助孩子把本質保留住 而且幫助他把本質越疏離越良 然後以及我們給你的教養目標跟策略 都是透過你在教孩子 如何去辨識保留 甚至去管理這些本質